大家好,我是Tom Thunder,玩了激烈的Antetis 今次會講一下新的活動 CM紀念活動 會有300個水晶拿到 有個五星確定Pool 用10張五星確定券抽一次 第三樣就是CM特別指令 需要做回故事 Normal和士兵強化的關卡挑戰回數 以及金錢的關卡挑戰回數 以及關卡HARD30次 拿回五星確定券 獲得10張就可以去五星Pool抽一次 第四樣就是每日一回無料Pool 可以抽一次 或者可以用石齒連抽 就可以獲得四張券 第五個就是新兵強化活動任務 包括有訓練兵團 艾倫 阿爾敏 沙俠 阿尼 阿尼 米卡薩 還有一個散彈的大炮 以及榴彈大炮 升到指定的等級 可以獲得水晶 另外 有個IF的關卡復刻 特別任務真夏的熱戰 在8月23至9月6日的活動 而在8月30日後半戰就會開始 跟之前那些作戰指令書 都會在普通關卡 或者HARD 或者刷色碎片的關卡 會掉落 拿這些作戰指令書 去挑戰關卡 就獲得升之勳章 而升之勳章 就可以去到交換所 換素材 今次的調落量增加 就會包括有 水中攻勢部隊的米卡薩 艾倫 李維 增加100% 而交換所換到的 水中攻勢部隊 希斯特尼亞 就會增加10% 活動中的關卡有10個 在交換所可以換回希斯特尼亞 覺醒石小 星之勳章銀 白銀屬性的素材 還有有彩色的覺醒石 需要1000個金的星之勳章 換到一個 總共換三次 還有他的活動任務 包括有特別任務 增加熱戰的挑戰回數 一次和三次都有水晶可以拿到 以及水中攻勢部隊的希斯特尼亞 提升的等級 熟練度 限界突破次數 覺醒的星數 還有指定關卡 用水中攻勢部隊 希斯特尼亞 挑戰BOSS 做尾刀 才可以拿到水晶 以及星之勳章 和銀金的入手數量 獲得跳過捐 之後來到抽鋪的部分 有3個鋪 有CM紀念鋪 上一個活動的抽 主要拿喇叭的鋪 還有剛剛復出 真夏熱戰的鋪 之後看看CM紀念鋪的概率 五星角色 頭兩位是李慧和艾倫 有0.7% 其他就0.145% 另外 之前的納納巴 頭兩個都是0.7% 但是其餘的會有0.4% 不過數量比較少 如果你想抽到想要的角色 在這裏 就抽鋪喇叭的鋪 不然就抽CM鋪 比較多類型 除非打水中攻勢部隊的活動 就會抽這個鋪 提升了Mikasa 有1% 其他都是0.153% 數量都比較多 之後就看看五星確定券的概率 有五星角色有25位 一定是必中 每個都是4% 看看你會中到哪一個 最後會講到緊急戰鬥 打一個角色碎片 他又更新了日子 大家又可以看看圖 如果你看得不清楚 可以去巴哈網站 我都會發貼 貼這張圖 你可以在手機上 有空間 看一看人物和時間 最後就講回 加好友 還有少少空位 大家可以加一下 ID 671101036 我會放艾倫做隊長 如果你們想打水中攻勢部隊 就加我 今集玩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